《极座标》 各位同学,我们这一章是教了极座标 就是圆的座标 然后我们先来推导一下 在四点一节,我们先来推导一下 利培文方程 利培文方程也蛮特别的 我们来看,例如说一个材料点 如果在极座标的话,它是讲这个样子的 因为你看看,如果画一个圆 然后再放射线 然后切出来的材料点是讲这个样子的 不是上直角标的时候,是长方形 现在是上一棵玉米的形状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材料点 这个材料点,它的立平衡状态 在这个上面这个边 它有一个正应力,是R方向的 R方向的正应力,top 然后还有一个简应力 在下面这个边就是比较靠近 所谓下面就比较靠近这个圆点 这个地方 它也有它的正应力 还有这个简应力 下面下面 各位 好了,还有左边右边 以地上线来看 然后这边就是你看看 这个圆着这个C塔轴 极座标有C塔轴 圆着这个C塔轴 有一个正应力叫SigmaC塔C塔 它是作用在这个面上面 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圆 有一个圆弧 切过这个中线 切过这边的中线 然后在这边的话 就是垂直的出来 对不对,这个就是正应力 然后呢,沿着这个边缘 当然还有一个简应力 是右手边 我们叫做 然后这边叫左手边 同样也有一个正应力 正应力跟简应力 好了,现在我们来考虑这个 这个力平衡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分量都考虑过了 我们先看看 在R方上的力平衡的话 所有和力加起来等于0 然后这个SigmaR 就是这边往外 就是写到这边来 R加底R 为什么乘上R加底R底Sita 是这样 因为这个图 你看这个把它敲过来这边 我们来解释一下 因为这边有点乱 然后呢,这个图 这个圆弧 它的长度就是R加底R乘上底Sita 对不对 就是这个长度乘上这个角度 就是这个圆弧 所以这段的长度就是这段 然后呢,乘上这个正应力 就是它的合力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方向的合力 减掉这个方向的合力 就是这边 然后这边的圆弧 就是R底Sita 对不对,R底Sita 因为这边是R长度 这个底Sita 就是这样 好了,所以这个减这个 就是这个减这个 好,但是呢 刚才讲过 Sigma,Sita,Sita 也有R方向的分量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它有pointing downward 对不对 就是往下的 所以它就是用减的 好,这边有啊 那左边有没有 也有啊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 对不对 还有一个分量 这个我没有写出来 但是呢 没有导出来 但是呢 你也可以想上来 是一样的 再来呢 这个Sigma,Sita,Sita 的所谓的真应力 有R方向的分量 那减应力难道没有吗 然后呢 所以呢 我们呢 还把减应力的 的那个 的那个分量 要考虑进来 而且呢 你看看啊 Sigma,Sita,Sita 的话 如果要投影在R方向的话 要乘以Side Phi 对不对 然后Sigma,R,Sita 是减应力 它跟真应力是垂直的 所以它要投影在R方向 是要乘以Side Phi 这个道理是很很容易赏通的 所以这边呢 就加上这个减应力 这样的一个分量 然后这个R方向的 这个Sigma,Sita,Sita 它是往下的 就是减的 这边也是往下的 所以就减了 但是呢 这边 这个 Sigma,R,Sita 是往上的 在左边 这个是往上的 就是这样 这边写错了 这个不是Right 这个是Left 这个是左边 这个 它是往上的 剪掉 右边这个 这边不是Left 这个是Right 剪掉 右边这个 是往下的 这个是往下的 完成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推倒我们的利平方程了 把刚才的结果写到这边来 TOP-DOWN-TOP-RIGHT-LEFT 寫到这边来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两个量 寫到这边来 然后至于这个量是什么呢 这个量是这个 就是D-R-D-C-T D-R-D-C-T的话 乘上Sigma 就是这个像 这边是 这个乘上这个 乘上这个 减掉 这个乘上这个 就是 这个 这个数学关系 我想你们很容易搞懂了 要注意就是 这边是Left 这边是Right 叫对调 好了 再来呢 我们把这个方程 给两边除以D-R-D-C-T 然后一除了 这边还是零 这边一除 D-C-T可以消掉 D-R就摆这边来 这个就摆这边来 然后这边 D-R-D-C-T互消了 所以就剩这个 然后这个的话 D-R-D-C-T互消了 所以就剩这个 然后这边D-R消掉 剩D-C-T 对不对 这边是Left 这边是Right 护掉一下 好了 然后呢 以前讲过 这边其实可以解释成一个 维分的 就是Parsal Sigma Parsal R 这边也是 Parsal Sigma R-C-T Parsal Sigma 这边是左 这边是右 好了 再来呢 这边 Top 这个就直接写这样 是因为 以那个维积分的观念的话 这边的那个材料点 是非常微小 所以 在Take Limit的时候 这个会等于这个 这边也一样 如果你那个 右边跟左边的 S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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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材料点非常微小的时候 就Apoximate 等于这个了 然后这个二分之一 所以就写成这样 然后呢 最后呢 我们这个方程 就会写到这边来 这个是R方向的力平衡 至于西岛方向的力平衡 是类似的结果 你们可以自己去导了 有了这两个方程以后 有了这两个方程以后 我们也可以写出它对应的 应力函数的表达式 之前用直角坐标 有它的应力函数表达式 现在直坐标也有应力函数表达式 还有呢 就是有一个摸摸口的那个关系 就是直角坐标的应力分量 跟直坐标的应力分量 会有对应的 这边直角坐标算直坐标 这边是直坐标的分量 算直角坐标的分量 然后这边的S平方是审列 意思是sine cta平方 c平方就是cosc平方 这边简写 sc就是sine cta 乘上cosc 这个在提摩辛格的书里面都有 最后在那个 这个biharmony亏损 双鞋而方程 它本来是写成直角坐标 也可以写成直坐标的 这个就不再上细推导了